那你说郭侯有没有去 我看可能只有朱立伦还没去 我想可能还有朱立伦 只有朱立伦还没去 因为朱立伦本身的想法 他不是黄建廷都讲了吗 主席说不要把他列入考量 没错 看黄建廷讲的哦 主席说不要把他列入考量跟民调 那不列入考量跟民调 就表示朱立伦就不选了吗 大家话术 话术 把话术听清楚 不要考量我 等到找不出来的时候只剩我 因为没有民调没有伤害 没有考量不会受伤 对不对 你一考量你一做民调 一定会有高有低都受伤 最后受伤打到不得开交的时候 不要考量我可只剩我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 朱立伦就从此淘汰了 会有傻瓜 我不想选我也不想要 然后跳出来被每天人打得跟刺蝟一样 会有吗 没有啦 我跟你讲 当刺蝟就表示 你设他建议越多 我告诉你越难接近他 因为他的防卫力量越强 好 非常谢谢宇教练的分析 我想问一下黄杰 黄杰我其实每次看国民党这些人 我都觉得你一个男生 怎么可以扭捏座态成那么恶心 我真的觉得说你要选就选 不选就不选 怎么可以扭捏座态成那么恶心 比如说侯友宜搞环袍加深 我们刚刚聊过吗 你自己是名单 你比我更理解 一个市长跟自己 辖下的行政区的 里长连议会会长 你搞不定你不用当市长吗 这叫什么环袍加深 然后韩国瑜明明感觉就已经心痒痒了 然后搞一些这个什么叶框石 Po文啊 韩友会相挺 然后朱立伦更恶心 朱立伦明明就是想选 还在那边请秘书长放话说 哇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没有自己的考量 甚至民调人选可以不纳入自己 你不纳入自己 你现在就做民调啊 你跟我明天就做民调 你这死生奇就是为了自己嘛 做民调会难看 所以不要纳入 所以黄先生你怎么看 到底国民党现在状况是怎样 而且第二件事情 你是当事人哦 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侯尹真的落跑 整个市议会会炸锅成什么样子 好 我想要先讲一下 因为刚刚其实郑浩提到三个人选 我觉得都是摇几个小鱼啦 就是三个其实都很想选 其实像 这就是我跟那个 于将军看法比较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韩国瑜其实是 一直都没有放弃的 虽然他的政治能量从上一次 结束之后到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其实中间大家可以观察 他这三年来在干嘛 其实他都还是有在运作的 包括一直都有在做公益 然后甚至大家去看他的脸书 每个礼拜都还在更新哦 甚至到一些关键时刻 他都还是会出来表态 甚至像这一次 包括近期的 就是他其实每周的 一些公益活动都还是会出席 然后持续在 他现在都用自己是公益人士 你还在关心韩国瑜 我很关心对 好久没有讲 你是唯一的韩粉 没有我是为了要 对我黑粉才是真粉吧 黑粉才是真粉 我今天是为了要特别要讲他 我再重新关心他 这礼拜又讲了什么 那当然我觉得除了他 持续做公益之外 其实刚刚有讲到说 他就连台北市党部的主委 都还要去表达意见 甚至去瞧为什么是他 他到底是谁 凭什么介入一个台北市党部 主委的一个人事的调度呢 那大家就知道说 其实他还是在表明 他还是有分量的 有影响力的嘛 在国民党党内都是 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那所以其实到上礼拜 这个台南的 他们的韩家军在集结 然后再加上 叶匡时的登高一呼 其实我觉得动作都很明显 大家还记得三年前 他讲什么吗 他一开始也都说 不用不用不用排我 这初选都不关我的事 最后要征召嘛 所以他就是在等征召 那一刻说yes I do 那我觉得其实国民党 目前的人选看起来都是这样 包括说侯友宜 他也不想要变成说 好像我去破坏 大家党内的和平 然后说变成说要初选 跟谁杀的叨叨见骨 没有我就是到时候 派出来我就是 是最强人选 那不好意思 我就是出来说yes I do 就好啦 那我觉得其他的 包括朱立伦也是这样 他一直说 我是总教练 我一定要派出 党内最强的人选 但不管怎么样 所有党的规则 都掌握在他手上 就算他初选 他只要自己初选下去 不会好看 那最后党内乱七八糟的时候 他再出来说 那不好意思 就是我相信 还是由我出任 是最好的人选 这也是都有可能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讲到的 包括还有郭台铭也是一样 其实大家都是在一个 就是谁是最好人选 都还在等待风向 所以现在其实都还在一个 互丢风向球的一个状况 包括说叶矿水的这篇文 是非常明显的 很明显 叶矿水很明显 对那像刚刚余家军 有讲到说 为什么韩国瑜的 他的子弟兵 他的韩家军 都还在地方上做这些事情 因为他们知道说 韩国瑜是到时候 必须要接收一个 就算他不是总统人选 他也是一个 不管是副手 或者是一个 接下来会掌握重要 关键影响力的一个人选 所以包括说 其实我觉得地方上 还有一些势力 就是韩粉这些势力都还在 包括说那时候 他的一些挺韩的直播主 甚至地方上的韩家军 这些人其实都还在啊 就是就我在高雄 这些人都还在 还在陆上 还在媒体上出现 他们饿了两年了 他们很饿 没错 很需要韩国运出啦 他们需要 他们需要粮食 需要流量 没错 是这样子的 所以其实包括说一些 这次我也有听到一些 当时的一些韩粉议员 这次也都有议员 想要再挑战立委 他们都当然 如果韩国瑜出来 对他们来说 一定都还是最强母鸡 甚至是因为国民党内 现在对于侯友宜 都还是有一些反弹的声量 就是这些声蓝的族群 他们觉得说他不是一个 最能代表声蓝的一个候选人 那我觉得这些人 都还是把持在韩国瑜手上啊 这些红统的势力 最强的代表者都还是韩国瑜 所以好了 韩国瑜就先谈到这边 不要再讲下去了 不然整集都在讲韩国瑜 那我就讲到侯友宜 那我觉得为什么侯友宜 跟声蓝之间 都还是一直有这样的隔阂 大家记得其实他在2006年的时候 是谁的警政署长吗 陈水扁 他是陈水扁的警政署长 甚至当时他其实是受到 陈水扁跟没错的负责人 那时候是在他手上侦办的 甚至是那时候 拔卓他为警政署长 是苏贞枪行政院长 所以其实他跟蓝营之间 其实一直存在一个小小的矛盾 甚至是到2008年 他的警政署长的位置就被拔掉 被谁拔掉 马英九 所以其实他跟声蓝 尤其是连马这些人之间 其实是一直存在这样的矛盾的 那这样的矛盾 其实我觉得延续到现在 都还存在 所以声蓝的族群 对这个人权一直持有一个 我觉得到时候都还是会进行一个 彼此绑架 彼此分裂的一个混乱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国民党 最大的一个矛盾 是没有错 因为这确实我刚刚看到九十 药科书的小编很讨厌 他说韩国鱼饰料 那个鱼饰 就是那个fish那个鱼 韩国鱼饰料 很多人仰赖他的流量 沙耳很多的韩粉 就可以吃到非常非常饱 最近开始出现拱寒的声浪 我等一下问一下 于将军跟黄杰 因为黄杰是韩国鱼杀手 等一下黄杰可以跟我们评论一下 就是现在侯宇跟韩国鱼 到底有多像 那没关系我们先去看一下 最近竟然出现拱寒的声浪 什么意思 这我不是空穴来风 第一个 国民党派谁出战 2024叶匡时一句话 网暴动 这叶匡时想选总统了 请问你是哪支箭 叶匡时先这样 叶匡时是韩国鱼时代 高雄市的副市长 百分之百韩家军 你是一只穿鱼舰 千军万马来相见 还是一只穿鱼舰 千军万马都不见 你告诉你是哪支箭 你有箭你才出来选举 然后下面一大堆推这种文章 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非函不投一大堆 哇 下面暴动 一片都在挺韩 第二个讯息 捕获野生施志明 出席韩友会 挺韩国鱼选总统 这是什么 这是韩友会的造势活动 在台南 台南竟然有韩友会 我也是很意外 台南市韩友会 挺韩国鱼选总统大会 3月10号在安平区的 东东宴会餐厅举行 里面一大堆 你可以看到这个旗子 韩国鱼的旗子 什么一大堆的 里面内容 全部都在挺韩国鱼 而且连施志明 是以前的台南市市场 都出席了 挺韩国鱼 第三件讯息 确定留任 国民党 台北市党部主委 黄驴锦鲁布 韩国鱼是关键 什么意思呢 因为黄驴锦鲁 最近不是眷情吗 说太累了 我不想参选 不想继续当台北市党部主委 可是原本新闻说 是朱立伦 未留黄驴锦鲁 所以黄驴锦鲁 继续留下来 当台北市党部主委 没有 这样是韩国鱼未留 黄驴锦鲁说 去年九合一选举后 感到很倦怠 就向朱立伦请辞 打完台北市立委 补选后 又再度请辞 请辞后 朱立伦全力未留 但是 第一个找我谈的 党内人士是 韩国瑜 韩国瑜除夕夜市 告诉他 要为他 为国民党着想 拜托他再当几个月 韩国瑜如果对你选举 没有想望的话 你去介入台北市党部 的人士干嘛 你去未留黄驴锦鲁干嘛 你未留完黄驴锦鲁 干嘛还帮你爆料 你的夜空室 为什么还帮你炒了热肚 为什么台南的韩友会 还办活动 所以于将军 韩国瑜要复活了吗 我不认为韩国瑜 有动心起念 因为韩国瑜是一个 你不要看他喜欢 跟大家交交朋友 唱唱歌喝喝酒 他的脑筋是不差的 那干嘛打给黄驴锦鲁呢 他表示他心细挡物 不得不打 不得不打 我先讲叶匡时 叶匡时从韩国瑜 慢慢淡出政坛之后 你还有听过叶匡时的名字吗 没有啊 没有嘛 除非韩国瑜重新出山 否则叶匡时 可能若干年后就跟 最近要参选总统的王建轩一样 大家曾经听过他的名字 都没有办法把他连接在一起 所以说他就是这个时候 看到侯友宜摔倒了 看到朱立伦气势不好了 看到郭台铭好像要拿国民党的票拿不到了 起心动念 这时候我就抛出个念头来 大家别忘了 一只穿云剑千军万马来相见 他还像耶 请问你是哪只剑 对 我跟你讲 第二句是指谁 一只穿云剑千军万马都不见 侯友宜 侯友宜嘛 对不对 你一出现之后你看 冷冷的 谁会理你啊 你出现之后 你会看到那个旗海飞扬吗 你会看到那种所谓的那种 韩式的旋风吗 不会 所以很明白 他就是在讲侯友宜 不行啊 希望韩国瑜出来 所以叶匡时纯粹的 就是告诉大家 我这个最强韩粉 还在挺韩哦 就这么简单 那我讲到台南的这个 这个挺韩大会 就找时间吃饭嘛 就找理由吃饭嘛 不是你吃饭要有人买单啊 对对 来的要 你买单有经费啊 来的揪 我跟你讲 这种吃饭都是来的人 就会捐款 对嘛 所以那个人是愿意付钱的啊 没有 不是他 是一群人都要付 都要付 就是你要不要赞助 我们管韩国瑜要不要赞助 好来捐捐 你否则 没有韩国瑜这个号召 你看他可以揪多少人出来吃饭 大概五桌 大概三桌 你说不定人不到 还要自己付钱 对 所以这为什么在台南会有这种会 台南他找了三军五校 是 他找了这些 陆军官校的专修班 专修班是谁 韩国瑜他们的同学嘛 陆军专修班 学长学弟嘛 专修班长期 被陆军官校正习班看不起 就是你们抢不起专修班 我没有看不起 你们黄埔抢不起专修班 我是没有看不起 现在他们一起在骂我 也可以凝聚他们的向心力 如果说 也不是看不起 因为不同系统 对不是 专修班服役四年就退休了 我们至少要服役二十年以上 所以说专修班离开军中的时间早 跟军队的这种 所谓的瓜葛牵绊就比较少 所以说大家在军中谈连结 比较不会想到他们 因为他们可能上位就退了嘛 那像韩国瑜不就上位就退了 可突然间有一个专修班出来 可以角逐中华民国总统 可以带领所有黄埔的那些 瞧不起我的军官 变三军统帅 对 我们专修班要挺到底 没错 你当总司令 你可以选总统吗 散边站了 那陈正香就 好 我也散边站 对 那个吴世怀当个不分区而已 你可以选总统吗 散边站了 专修班你们看不起我 看到没有 我们有韩国瑜 你们正旗班有谁 就是这样 所以大起来了 撞起来了 然后三军五孝全部靠过来了 为什么 韩国瑜的招牌一拿出来 就一票人来吃饭嘛 来吃饭就有经费嘛 听说有韩国瑜现在变 以前是烫手山域 现在是人人都想要接触 郭台铭跟侯瑜都接触韩国瑜 这叫什么你知道 这叫做难分胜负的时候 需要一个没有想选总统的人 他却有分量来加持 怎么说 对 你说韩国瑜在国民党里面 有没有分量 有分量 对 有分量 他至少上次也拿了500多万票 对 那现在七打八折以后 至少200万票有没有 对 一定有 所以说不管是郭台铭 不管是侯友宜 不管是朱立伦 谁敢忽略他 对 对不对 都要接触韩国瑜 你只要得到一句话 韩国瑜挺我 而且韩国愿意出来挺你 我告诉你 你在国民党里面的分量 就不一样了 真的就不一样了 如果今天韩国瑜 出现在侯友宜的场合 举了侯友宜的手 希望侯市长 帮国民党 抢下这一席总统宝座 政党轮替 那就变成压垮郭台铭 最后一根道上 只要侯友宜有这个本事 把这个韩国瑜找出来 朱立伦没了 郭台铭没了 那相反的 如果他举的是郭台铭的手呢 那侯友宜就没了 侯友宜就没了 对不对 哥哥 四年前我出来选 四年后我挺哥哥出来选 对 我告诉你 侯友宜就没了 所以说 韩国瑜是不是穿云剑 是穿云剑 射到谁的牵上 牵军马就来相见 对不对 射到别人的地方 你那边就变成物鱼密布 没有见 对 所以韩国瑜重不重要 对国民党生然很重要 你看他现在几乎都没有出来了 那可是人家还为了他吃饭 为了他聚餐 为了他联署 在联署什么 人家没有说他要 你在联署什么 所以你说 会不会有郭的人去接触韩国瑜 有可能 会不会有猴的人去接触韩国瑜 有可能 猴都可以找29个里长联赢会 出来请他了 如果把韩友会找出来 如果今天是韩友会到党中央去 韩粉 韩友会比里长 那个激情多了 是 那个到党中央去 韩国瑜我们支持 郭 或是支持 侯 哇 那是决定性的压垮 骆驼的最后根稻草 所以谁不想碰他 那但是韩国瑜的做法就是 没有啊 谁在找我都谈啊 谁在找我都好啊 大家聊聊天 唱唱歌喝喝酒不是很好吗 他就是他乐在其中 所以很多人说 韩国瑜是不是 是不是动念 我认为没有 一点都没有 但是呢 郭也好 猴也好 会尽猪班手段 尽一切的手段 想办法让韩国瑜在必要 艰困的时候 跳出来挺他 光录录影带不行啊 光录影片不行啊 一定要本人到 对 你想想看 当时王鸿威要选议员的时候 他的募款餐会是谁到 韩国瑜 韩国瑜到啊 对 所以他马上就爆棚啊 对 就爆棚啊 而且韩国瑜到 一定要第一场 不管是郭 还是猴 还是猪 韩国瑜一定要第一场去你那里 是 第二场第三场不稀奇了 那就没了 就是第一场 所以你说这个时候 郭 猴 会不会找韩国瑜的人来做接触 会不会希望说 那个 如果可以的话 听我一下 我们愿意帮国家做事 我们愿意帮国民党 抢回政党轮替的这张票 是 那要不要 现在韩国瑜很简单 我都接触 我都接触 但是你就问他说 没有都好朋友 大家都会来 我都接触 我都接触 你